过去我推荐给大家去看的唐龙川 我受唐龙川影响很大很大 他是金方大师 他写一本《血正论》有没有 我们治病先去血 一定要淤血要去掉 去血的方法很多 我们曾经有讲过 这个是立竿见影 然后呢 谢有余补不足 我们的所谓谢有余补不足 诸位读医书的时候千万不能误解 过去呢 我们曾就有曾就家 这个曾家呢 就是懂曾就而已 那开楚方呢 就是开楚方了 然后开楚方分 伤寒跟瘟病两派 所以开楚方的不懂曾就 那个开瘟病的不懂伤寒 开伤寒的不管瘟病 两个在吵 然后曾就家 曾就是哪里 不行我最行 对不对 都是各门各派 就这样子出来了 好所以说 你们要一个概念 我们在治经脉的时候 我们在治十二经器的时候 我们就实则泻击子 所以这个讲的是 实证出现的时候 我们砸当今该今的止穴 好所以是讲经脉的气 续则补清母 好 当我讲五脏气的时候 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才有 布兰谢北 好 布兰谢北 所谓只能 宁母时 母能宁子虚 好 这个不要误解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